大家好,謝謝你的頻道 我叫Alice 這次我是第一個30天的挑戰 每一天做20分鐘的運動 而這次是第一天 我們這次用一個很輕的扇子 做一個全新的運動 大家一起做1-up 將肩膀打圈 向後打圈幾下 把肩膀向前打圈幾下 最後把頭打圈 做幾下 轉向方向 把雙手打圈 上去頭上 然後蹲下 手向下 再打上去 吸氣 呼氣上 吸氣下 呼氣上 之後做最重要是 做一個活動性的運動 讓身體血液循環更多 你給你看看 你見我蹲下的時候 把屁股向後 腳跟膝蓋差不多 直線 不需要太完美 但千萬不要把膝蓋過腳趾 做幾下 把腳踢前踢後 如果我覺得腳很困難 把手放在牆上 把腳踢前踢後 慢慢做 把腳踢前 把手放在牆上 我發覺 每天做二分鐘運動 之後 精神好很多 而且 人生起床的時候 有些目標 人生 可以鬆鬆 腳眼 把腳趾踢在地上 然後扭下 然後 然後 然後又扭下 把右手的手指踢在 左手的肩膀上 然後把左手的肩膀上 再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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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希望你用一下 右手的肩膀 按住 左肩膀的肩膀 是不是覺得 當你手下肩膀的肩膀 放鬆 手上肩膀的肩膀 比較緊 這樣做得對 我想你感覺一下 原來你的肩膀是這樣 可以動的 我們轉到你一邊 差不多 對了 把左手手指 按下 右肩膀的肩膀上 然後 右手 升高 低高 然後 再下 低高 再下 記住 你的手 不能高於肩膀的 停在肩膀的高度 就剛剛好 慢慢做 肩膀是3D 我們這次把對手 打斜升高 然後我手指 右手手指 按下肩膀前一點 肩膀上 我手指 扭大 大 大 多めて 腰 按下 肩膀的高度 這就 對 就對了 肩膀前 你的肩膀 正在收緊的感覺 下 放鬆 把左手的手指触摸在肩膀前方的肩膀上 右手的肩膀前方向 肩膀前方向 不要太重 我用3磅 把右手手指按在肩膀上 跟着左手的肩膀前方向 像我们刚才做的动作 现在我们正在练习肩膀中间的肩膀 你们听着我的句话是 1 2 3 4 1 2 3 4 是有rhythm的 不需要太急 不可以太快 因为太快很难练得对的肩膀 因为我们练习肩膀 不是练习肩膀 右手拿着肩膀前方向 左手指按着肩膀前方向 右肩膀前方向 我们练习肩膀前方向 当然用手指按下肩膀前方向 令到这个运动家的难度高一点 当然运动的肩膀前方向 但用手指去训练一下肩膀前方向 肩膀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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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转手握个啞铃 今次把右手指放在肩膀前方 然后把啞铃抵高时 那个方向是我们的脚尾方向 打斜 拉高个啞铃 将对手去到肩膀的高度 我们用下我们的手指 将我们的左手按下 当它拉高的时候 这样呢 变成你用多点力去拉高对左手 我们右手握着啞铃 左手指按去肩膀前方 拉高啞铃的时候 在右脚尾方向 打斜 上去到肩膀的高度 停下再慢慢下 这次我们需要两个啞铃 手握着一个啞铃 然后我们的对手 我们的对手在肩膀前方 大概在肩膀前方 然后向后 膝膀前方 当我拉高啞铃的时候 把啞铃碰到肩膀前方 这次这个动作是用来 确定一下我们的腋下位置 和我们的肩膀前方 我们的肩膀前方 现在我们的肩膀前方 大概在肩膀前方 在肩膀前方 在肩膀前方 然后收肩膀前方 背部便要平 然后跟着手拉下来 不断重复动作 这次是练一下我们的肩膀 和我们的平衡力 顺便练一下手 和背部 当你拉高手 你不断用背部的力度 同时你又练一下肩膀前方 感谢封输 心情还是要做的 整个俩膀前方 MING PAO TEN 字幕牙 In 치 MING PAO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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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次手抓著阿玲 對腳在褲子的闊褲 把阿玲拉在胸前 這樣就對了 吸氣落 呼氣上 吸氣落 呼氣上 現在是胸前 左手拿著眼睛 右手大膏 然後我的身體 拉到左邊 向下 然後用我的胸前 把我的身體拉直 吸氣落 呼氣上 吸氣落 呼氣上 然後我看著我的右手 當我在做運動的時候 當然你越下 你用你的胸前的力度 拉你的伸直 就越多了 好 好 這次阿玲拉在右手邊 左手低高 然後身體拉到右手邊 吸氣落 呼氣上 吸氣落 呼氣上 吸氣 吸氣 いい 吸氣 是時候練習練對腳 首先將對腳站開一點 闊過肩膀 對手拿著啞鈴 把啞鈴拉到右上角 然後拉啞鈴到左下角 當你留意一下我對腳 膝蓋的時候 拉啞鈴到右上角的時候 我膝蓋彎曲 拉啞鈴到左下角 然後我左下角的膝蓋有彎曲 當你彎曲膝蓋的時候 記住膝蓋和腳趾要同一個方向 如果太重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 抓啞鈴 你的手繞在一起 然後向上 然後落下的時候 對手碰碰大腿就對了 拉上 拉落碰下左大腿 記住不斷動過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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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轉方向 拿兩對壓鈴 然後這次由左上角到右下角 記住當你踏在下面的時候 背部呢 背直要直的 不要駝背 這個動作呢 其實對很多人都有好幫助 尤其是我們經常坐在 那個辦公室裡面 令膝蓋 少了活動能力 就像剛才這樣 我們也是可以不用啞鈴的 把雙手指拼在一起 然後向左上角 向右 點一下右大腿 然後向左上角 向右 點一下右大腿 然後向左上角 向右 點一下右大腿 右腳踏後 接著 倒下 左腳踏後 再倒下 那我後腳踏後 我是腳趾 點到一隻腳 腳踩向上 接著 向下 當然你要修復 做這些動作 要好好平衡你的身體 那如果你想難度高一點的話 然後呢 將兩雙腳 一點點彎曲 屁屁向後 這就是你的 第二點 然後 右腳向下 把雙手指拼在一起 然後 左腳踏後 再把雙手指拼在一起 保持低一點 的 姿勢 就對了 就行了 好了來到我最喜愛的運動了 這是Active Squat 所以 將雙腳 打開 雙手指拼在一起 然後 腳趾 向外 當你 蹲下 你 膝蓋 腳趾 一定要 對著 同一方向 屁股 向後 可以坐在模型燈上 這個動作 好處就是 可以鍛鍊到我們的大腿內側和外側和臀部的肌肉 很多人都忽略了大腿內側的重要性 大腿內側呢 如果太弱和太緊 你膝蓋就會變了 向內 當你膝蓋向內的時候 你會容易受傷 手指拼在 survivors 15分 所以 簡訊 插 你 不 我 這 五分 海 二 接觸 我們 這次 斷腸腔的動作 當你推後的時候 用多一點大腿的力度 蹲下 推後用左翅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做得非常好 是時候休息一下 首先把我的手拉高 再拉下來拉高 拉下來吸氣 呼氣上 吸氣下 呼氣上 是很輕鬆的 然後把我的手拉到另一邊 拉到我的胸口 然後把我的肩膀拉後幾下 然後把我的肩膀拉前幾下 這樣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加入我20分鐘的運動 如果有什麼問題記得留言給我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sterb 終點 你 感谢观看